第五章,我鸣断东河,吴。 好,罗锋也不废话,保持高速化作流光,在经过一个转弯后,前方便是一巨大的精美的大门,整个大门呈金色,青色博杂,通体有着尊贵意韵,只会让无数生灵感觉到高高在上,心中忐忑不敢入内。 罗锋和鹿虫之主意志都极为坚定,几乎同时推在大门上。 哄咙,大门开启,控制室,推门而入,里面便是一巍峨广阔的美轮美奂的大殿,殿内地面上摆放着诸多饰品,墙壁上也悬挂着一些饰品。 哄,罗锋刚一入内,毫不犹豫神体射出大量的神力丝线,疯狂朝整个大殿的四面八方各个方向冲去,眼眸中有着一丝疯狂。 我罗锋虽然认不出控制核心,可是在这木陵之洲内很是安全,没有丝毫外界环境的破坏,那么自己完全能所有的都去烙印生命印记,都瞬间验证一次。 我根本不需要知道哪个是控制核心,因为所有的物品,我都会尝试认主。 罗锋看向不远处的鹿虫之主。 鹿虫之主一进来后,正在辨别哪个是控制核心。 忽然见罗锋这么大肆分散出无数神力,不由惊道, 银河灵主,你这大肆分散神力在干什么? 你说呢? 罗锋笑道,我见识不及你鹿虫之主,只能用这种笨办法。 这可是木陵之洲,你以为认主方法就是烙印生命印记? 这么简简单单。 鹿虫之主也于笑道,哈哈,之前我可没告诉你,认主控制核心的真正办法。 罗锋脸色微变,是了,连至强至宝的认主都会很复杂, 木陵之洲控制核心,认主怕也有些复杂。 你知道我为何拉拢你? 除了之前我说的两个原因外,第三个原因就是, 那第一轮回时代的家伙们见识更多点, 或许他们中就有知道控制核心认主方法的。 鹿虫之主也于道,他们才是我最大的敌人。 来吧,有本事找到控制核心认主吧,我绝不干扰。 嘴上说着,鹿虫之主却在迅速探查着,果然还藏了一手。 罗锋按道,这一切倒在预料之中。 既然难以找到,那就,罗锋迅速做出决定, 大半注意力都放在鹿虫之主身上, 仔细观察着鹿虫之主的表情等等,以此判断目标。 鹿虫之主面带也于笑意,悠闲自得地在寻找着那控制核心。 很快,整个控制室大殿内的一切都查了一遍, 这令鹿虫之主脸色略微一变, 他又更加详细地将整个大殿每一件物品都查看一遍, 这才脸色大变。 怎么可能,怎么会没有,控制核心,怎么不在控制室? 不可能。 鹿虫之主露出一丝愤怒之色, 似乎诸多算计瞬间成空,令他很是难受。 毕竟木陵之洲的价值,已然近乎一箭至强至宝了。 单单他不可破损,便是仅次于宫殿至强至宝了, 再加上能进木陵。 即使是鹿虫之主,无尽岁月以来得到的比木陵之洲好的宝物 也仅仅只有一件他的鹿虫神甲。 一件木陵之洲即将到手又没了,怎能不怒? 鹿虫之主,你怕是失算了。 罗锋轻声笑道,这控制核心或许不在控制室。 你知道什么? 鹿虫之主冷哼一声, 控制室乃是木陵之洲的主人所在的地方, 那远古强大文明乃是地位等级森严的, 这控制室为主人所在,高贵无比, 其他强者不敢擅闯。 从之前的殿门你就能看出了, 而控制核心也是一直放在控制室。 这是惯例。 惯例,你又才见过几座木陵之洲, 罗锋摇头一笑,忽然, 嗯,罗锋面色微变, 转头看向身后远处的殿门, 鹿虫之主也转头看去,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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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道流光几乎同时冲进了殿门中。 哼,鹿虫之主脸色一变, 哈哈哈,鹿虫之主, 你不是拦我们吗? 不过这毕竟是一巨大的舰船, 通道极多, 通往核心式的通道可不止一条。 海族那利海之主笑声中满是嘲讽, 而且看样子, 鹿虫之主还没得到控制核心。 乌两之主道, 赶紧找, 隐哀之主道, 流九之主却是不说一句话, 迅速地开始寻找控制核心。 哼, 五两之主一声冷哼, 忽然猛地一挥手臂, 顿时无数金色血液飞洒半空, 奋出一滴滴金色血液 落在了整个电厅的每一个部件上。 神眼族, 不愧是神眼族, 还知道这等验证方法。 鹿虫之主吃笑一声, 你以为就你们圣地宇宙懂? 乌两之主冷笑, 紧跟着脸色一变, 怎么会没有? 神眼族, 毕竟乃是三大轮回时代中堪称第一势力, 和两大圣地宇宙比也极接近。 在宇宙之主层面上, 神眼族弱, 可在宇宙最强者层面上, 神眼族反而比两大圣地宇宙强。 神眼族近三个轮回时代搜集的讯息, 的确非常的丰富, 知道的也极多。 这血液低落, 便是验证控制核心的一个方法。 一旦验证了, 即可去认主, 认主则更复杂些。 没有, 没有控制核心, 隐哀之主也露出金色, 怎么会这样? 难道露虫之主你得到了? 海族历海之主双眸燃烧着疯狂火焰, 我若得到, 还会在这傻站着? 露虫之主冷笑, 怪了, 怎么会没控制核心? 在场六大强者分散站在这大殿内, 一世间都疑惑无比。 轰, 一股无形的能量忽然降临。 露虫之主, 罗锋, 隐哀之主, 无量之主, 厉海之主, 流九之主, 他们六位同时转头看向前方, 那是整个控制式大殿的大殿之上, 那有着一股老的王座, 此刻那无形能量汇聚在王座上, 逐渐形成一模糊身影, 终于清晰。 这是一看似普通的人类男子。 双眼,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两只手, 两条腿, 黑色眼睛黄皮肤, 头发则是泛着青色, 很像人类, 也像紫月圣地的最普通族人, 没有丝毫威亚。 罗锋他们六个都震惊, 看着那模糊身影。 那个高坐在王座上的青发人类男子, 穿着简单的, 有着条条花纹的甲铠, 乍一看, 甲铠仿佛是一条奔腾的, 无尽的河流, 他俯看着下方, 眼神冷冽, 而后开口道, 我, 名为, 段东河, 吴。 这让罗锋他们六个一阵心惊。 吴, 吴是那远古文明中, 一级尊贵的称谓, 名字后能带着吴字, 那地位定是不凡。 吴哀之主很是郑重, 倒是知道些, 可也知道一丁点, 还是别说了, 若是让远古文明强者知晓, 怕是会笑话你。 鹿虫之主, 吃笑看了他一眼。 哼, 吴哀之主, 冷看了鹿虫之主一眼。 王座上的青发人类男子, 似乎没发现下方的情况, 而是继续冷漠道, 无尽轮回时代的后辈们, 当你们看到我时, 我已陨落不知道多少轮回时代了。 当初我随将军开始了这一场最终的冒险, 便知道生存下来的可能不大。 果然, 这条路是最艰难的道路。 即使是最强大的舰船, 即使是勇武强大的强者们, 依旧是失败。 在预料道会失败时, 我便不想断了我的船程。 我, 断东河, 我, 是第一百九十二任断东河, 也是唯一传人, 历代先祖, 各个战死, 到我手, 已传承不知多久。 我若死, 传承却断绝在我手。 我愧对历代先祖。 这木陵之州经过我改造, 不同一般的木陵之州。 这木陵之州中, 多了一些危险之地, 传承之地。 我可以死, 但是历代断东河的船程, 不可绝。 如果感到害怕, 可以现在就离去, 否则一旦踏上这条路, 将越加危险。 特别是最后, 当你们接触, 我断东河一脉真正的船程时, 必定只有接收船程者才能存活, 或者一个都接受不了船程, 进阶陨落。 越早离去越安全, 越晚离去, 特别接触到一丝船程, 非历代断东河, 其他生灵亏死我一脉之船程, 则必死。 抉择吧。 后辈们, 声音消散, 那王座上的人影也消散。 一时间, 整个大殿内都压抑了起来, 在场六位眼中都有着或是疯狂, 或是激动, 或是担心的诸多色彩。 船程, 真正的船程, 神眼族七大真主为何那般强大? 就是因为神眼族曾在古迹中得到一完整船程, 使得七大真主一旦联手, 便能够发挥无比强大的实力, 所以在宇宙海中, 最珍贵的无疑就是这种从低到高可以修炼的完整船程。 而且这次的传承是段东河一脉传承。 听起来, 这段东河一脉, 应该是在远古强大文明中极为强横的一脉, 每一脉都只有一个继任者。 名字能带有无字, 甚至他能改造一艘木陵之舟, 甚至听语气, 他随将军踏上这条征程。 那么所谓的将军, 应该是宇宙舟的将军, 他的地位也应该是极高的。 显然, 这段东河一脉的传承非常珍贵。 这段东河自己死, 也要将传承留下。 一个有着无尽久远的古老传承, 恐怕历代先辈比这一任段东河更强的都有。 所以说, 更加不能以段东河无的实力判定这传承, 或许这传承还有更高深的, 只是这一任段东河没修炼达到。 不管如何, 总之一点, 段东河一脉传承, 绝对是最珍贵的传承。 但是一旦踏上这条路, 结局也很可怕。 一旦触摸到一丝传承, 要么接受完整传承, 要么死。 除非是最珍贵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